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过年快要到了很多人都买彩券来试试手气 像是今年元旦正式开卖的第二届运动彩券 增加了网球、F1赛车还有斯诺克等赛事 还能够场中下注或者是选择买单或双的二选一 种类跟玩法都更加的多元化 我要买500元NBA的场中投资 上班逐称的午休时间来买运彩 精彩的NBA赛事不但不容错过 现在还能开打之后随着战况的变化进行投注 更多简单又有趣的玩法 吸引很多人利用闲暇之余来试试手气 场中投注它就是每一节它都可以 就是针对不同赛况你自己去选择你什么时候要投注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场中投注 客人也明显的比以前还要多 尤其是多了上班族、菜篮族 因为他们会购买单霜 元旦开卖的运彩增加了场中下注 以及买单或双二选一的玩法 而且一年超过两万场的精彩比赛 新增了更多的赛事种类 除了这个棒球、足球、篮球 还有高尔夫球之外 我们新增了网球 跟赛车F1赛车 运动才卷的玩法以及种类越来越多元 也信更多人来关心运动赛事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